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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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杰克 今天就來聊聊什麼叫做 FKT FKT就是FEST SNOW TIME 以致最快時間 什麼叫做以致最快時間呢 比如說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拜拜 這就是我們影片的 最快時間 以致最快時間的話 是從 登山 健行 越野所衍生出來的 一個名詞 比如說你從 以致的起點到終點的話 這一段你所花的時間 是多少 然後有其他人也是從 相同的起點跟相同的終點 所花的時間來做比較 誰花的時間最短 就是這一段的FKT FKT呢 有很多比賽 那種比賽有點像是 SKY RUNNING SKY RUNNING又稱作 天空跑 天空跑比賽還有 國內的 垂直登高賽 在國內如果你想 參加垂直登高賽的話 你可以參加 跑山獸的 十餐山 還有很多的垂直登高賽 也是在跑山獸裡面 可以試試看誰所花的時間 是最短的 如果沒有垂直登高賽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找一條 登山路線 那邊践行步道 就有起點跟終點 就可以試試看說 你花的時間 需要多少 比如說五關七雄系列 五關七雄每一座山 其實都算是垂直登高 那邊就可以試試看自己 到山頂 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你也不需要衝太快 你要配合自己的體能 還有你的身體的狀況 而國內現在有FKT認證的一個網站 就是在Aaron建立的一個網站 目前FKT留下的一個紀錄 他這個紀錄相同路線的話 就可以比較的出說 這段路線 誰花的時間是最短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挑戰一下 喝完這杯吃熱冰的水 所需要的FKT是多久 FKT真的不容易 不要隨便的挑戰 呵呵 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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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